Hello Hello 又是夜鬼時段不羈道教你講俗語 以前這一句都是粗口來的 混蛋 現在因為很多電視劇 電影都出現了 有些什麼都要跟大家講講 十月初五的月光 流金歲月 城寨英雄果欄的大嫂 易元 兄弟 秋天的童話 無人子弟等等等等 這些電視劇或者電影都有講過 混蛋 混蛋這個字 實際上現在是可以形容人 名詞 你可以叫他走開 混蛋吧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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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變成形容詞 我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混蛋一定要混蛋 不跌腦 不跌地 這個就是音調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覺街字是響音 換句話 要加強語氣 那就叫做跌街 但是有趣一點的說法 原來 但這個未經考實的 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現在可能都是穿著附會的 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 就經常出來交禮 當時娛樂小 基本上外國人都有四種活動 窮一點的就是去公園交遊 小康就帶女兒去看電影 有錢一點就是跳舞 再富有的就是跟別人打網球 一般打網球去追女兒 大部分都有錢人 可惜偏偏這些有錢人 都照顏鬆的 因為打網球要穿一條漂亮的裙子 所以那些媽媽和爸爸 就很怕那些有錢的兒子 約自己的女兒 當然是漂亮的女兒 去打網球 當時流行用語就叫做 sport guy 說得快一點就是說 這些sport guy 是不是好人來的 去玩一下你的 sport guy 所以後來就說 這些有錢人就是正扑街 那這個是不是穿鑿附會呢 不知道 大家當這個有趣一點的 典故也好 傳言也好 去聽一下吧 但是扑街這個字 實際上形容詞和動詞 都可以一起用的 很簡單 扑街啦 這次真的是扑街啦 你們扑街還不扑街 不知道是誰打扑街啦 總之最後還是扑街 明白嗎 還有這個字呢 可以是PK也是解釋的 如果你不想說扑街 我扑街 就說扑街 那就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扑街沒什麼問題的 剛剛才看 扑街和扑街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扑街在台灣 就是有什麼大的派對 都用派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兩岸三地 都要認識一下 台灣講PK 和大陸講PK 這個字呢 是 代表 Pay killing 就是說 淘汰對方的意思 就是Q了你了 所以呢 是香港 只有一個人叫PK 那個叫PK等 那大家明白 就是等PK啦 明白嗎 再來一次 PK等等於等PK PK等於扑街 所以等扑街 明白嗎 也等扑街啦 好了 今天得機道到這裡 有些什麼 下回再分解 點讚 訂閱 多些介紹給你的朋友 Share Comment 說得不好 或是我說錯的 通知我 聽網改進 拜拜